开荒就是这么简单 开荒替零阵容详细介绍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开荒替零阵容是机关枪 该阵容适合高红满红玩家前期抢节奏 所使用的最强开荒阵容 该套阵容依靠的是越近和官媚高触发的主动战法 由于触发概率极高所以取名机关枪 下面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机关枪的战法携带 战法方面五级的时候观音频携带聚水断桥 越近携带适征先附蔡文姬携带三十阵 加点方面观音频主加五粒并且保证是队伍的速度最快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速 越近全加五粒蔡文姬全加统帅 二十级以后由官媚携带聚水三十阵 由越近携带适征先附文武双拳 由蔡文姬携带刮骨料毒暂并齐分 故意如果这个队伍在切换枪兵的时候 可以让越近携带青州兵 不同于陆逊三十阵或者暑齐的阵容 该队转型十分困难 准确的转型方式是利用这一队开荒打地 然后积攒资源 甚至于要用这一队进行第一波的交战 然后利用前期积攒的土地优势去培养第二队 然后利用培养出来的二队再进行打架 接住这个开荒的节奏 因为这一队需要继续打地 而二队又需要培养等级 所以利用这一队开荒转型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战法点 这也就是奋孝为什么说这一队只适合高红满红玩家进行开荒 开荒节奏 该队可以落地开三 七级开四 十五级开五 二十六开六 三十五开七 可以说是妥妥的打地利器了 当然在七本的时候 奋孝推荐可以将蔡文姬转为成谱或者左慈 进一步提高队伍打地的能力 还需要注意的是奋孝这里预设的是机关枪至少半红以上 所以说该节奏只适合半红以上的机关枪使用 如果你是白板机关枪 建议在奋孝给出的节奏之后 延后两到三级再进行尝试 否则可能会有翻车的风险 并且该队除了打地之外 在打城方面也是一流 破掉城防守军等方面更是不在华下 可以在前期轻松上榜 所有消息均来源于可靠的盟友开荒反馈 值得信赖 总结一下 第一点 机关枪适合满红或半红以上玩家 不建议白板玩家使用机关枪开荒 第二 该队转型困难 建议直接出二队 如果直接以官媚为核心转型鼠枪的话 可能会在前期经历很痛的阵痛期 因为需要官媚携带两个低等级的武将进行练集 所以可能错过最佳的开荒发育阶段 第三 该阵容为绝对的开荒T0阵容 在打地方面可以使用骑兵和枪兵进行切换 打地十分的顺滑 并且高输出也让这一队在开荒时兵损极低 可以在前期抢出资源优势 所以说无论是满红大佬还是地奴 都是十分喜爱这一队了 众所周知啊 好的开荒是一个成功赛季的一半 接下来奋校还会为大家推荐一些T1 甚至T1.5的开荒阵容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